《水神》的构想 《水神》的构想 IP 团队对于《水神》最初的构想 可以追溯到原生立项的时候 后来在创作中 它一步步成为了 现在大家所熟知的样子 弗里娜在《风丹》的角色 不仅是神明 还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她热爱并期待着舞台上 一切的精细和反转 弗里娜是一位比较特殊的神 她的性格特点非常鲜明 所以从最初构思的时候 团队就很明确她应该做成什么样子 弗里娜表面会端着架子 字底下其实是一位非常活泼的小姑娘 为了展示她性格上的两面性 我们想做一些 和以往的神不太一样的设计 在她身上加入了很多矛盾的要素 比如条状的头发 异色的瞳孔 还有后续比较特别的神之眼等等 而弗里娜的变装 则是原画一开始就想做的 也为她设计了很多服装和发型 但最终因为研发的限制和剧情的需要 选择了两套最优的结果 产显给大家 《风丹》主线的结局 关于弗里娜的留白很多 这位曾经的神明在预言落幕之后 将去向何处 《风丹》的市民会怎样看待她 她又怎样适应新的生活 这些疑问构成了弗里娜 需要面对的新的人生 所以在《构思》4.2版本 弗里娜的传说任务 《思诵之章》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故事 让玩家知晓弗里娜后来的生活 也能看到她如何逐渐直面内心 重振旗鼓 最终再次闪耀 在《风丹》 《审判》是最重要的公众活动 其本身也如演出般呈现 我们有很多与歌剧相关的文本描述 也有演出用的欧比克莱格剧院 但从来还没有机会把歌剧正式呈现在玩家面前 所以才有了将演出融入故事的想法 我们希望通过用弗里娜最擅长的方式 让这个角色的形象更加立体和饱满 当然也期待在这样的呈现中 让玩家了解在比较跳脱的表面之下 她能够受到风丹人喜爱和追捧的原因 本身我们在设计弗里娜形象的时候 就考虑到了她作为大明星上舞台演出的需求 所以当IP老师提出要做音乐剧想法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认同和支持的 是非的效果我们也很满意 当然如果能让玩家感受到我们的角色设计 和剧情相互契合的部分 那就再毫不过了 弗里娜的日常服饰基础是一套成礼服 搭配西方女性礼服 春情样式的改良后摆 适合她出席茶会之类的高档活动 也不会拘束她在舞台上的演出 在服装细节的设计中 我们找了很多经典的音乐剧 戏剧 电影作为参考 比如后摆上鱼尾造型的装饰 灵改就来源于小美人鱼的故事 她可以展现出弗尼娜灵动的一面 而皇冠和受戴的样式 则是接见了欧洲皇室最喜爱的配饰 体现出弗尼娜尊贵的身份 从设定上来说 弗尼娜演出的地点是欧比克莱歌剧院 所以我们最初的设想是为她做一支歌剧 但是当大家顺着故事先走下去 发现还是音乐剧的形式更适合弗尼娜的演出 区别于歌剧的古典唱法 音乐剧介于传统与流行之间 演唱方式比较通俗 演艺形式也更加多变 能更好地承载叙叙事功能 我们也希望玩家在演艺身中 既能接触到多元的艺术形式 并能比较轻松地理解和接受这些内容 所以在创作中也需要留意 内容不会过于晦涩难懂 当然在最终呈现的作品中 我们也加入了一些歌剧的元素 比如副歌部分的女高音二重唱等等 如果说之前我们制作《神女批冠》 是希望能够为玩家呈现一些传统 那么这次做《青莲》 其实更多是想要在原神中 给予玩家丰富多元的娱乐体验 记得第一次开会的时候 音频、音乐、策划、动画的同学都在 大家执行项目的意愿很高 都想要做出一些超出玩家预期 能够被玩家喜欢的内容 我们团队中有不少同学 原本就喜欢看线下演出 所以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 也会思考如果在原神中呈现音乐剧 会是一种怎样的效果 对于整个团队而言 这次将音乐剧与游戏结合 是一个在制作中 不断互相学习的过程 它符合我们一贯做产品的思路 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项目的启动非常高效顺利 IP同学搭了一个骨架 各个角色部门就立刻开始发散思维 动画完成分镜草稿后 我们音乐组开始作曲 出了歌曲的小样后 IP开始填词 到了填词的阶段 大家想呈现出更原汁原味的感觉 所以一直认为 应该采用法语作词 当然这也为后续的制作 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 对于Holomix的同学们来说 法语是非常陌生的领域 创作中哪些法语音节 可能会比较难以演唱 单词的实际发音 是否能对应旋律和气口 这些对我们来说很难想象 最早先是有了一版中文歌词大一 用来让团队理解影片内容是什么 后来进行到法语歌词延展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还是挺有挑战的 这其中的沟通非常频繁 歌词和旋律出来以后 我们也是找到了法国当地同事 一句一句唱出来 来感受节奏和卡点 在什么地方最合适 一起听哪些别扭的地方需要调整 最终呈现出了很好的效果 法语歌词创作出来后 宣发同学与我们一起找到 有一定乐理知识的法语老师 根据内容与IP同学 反复沟通词语和音节 再进行试唱 后来又内部辗转 拜托了一位会声乐的法国同事 帮忙录制了导唱Demo 在质朴和录音的阶段 索性团队中有一位 曾经选秀过法语的普务同学 也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有了大家的缓缓接力 我们最终共同克服了语言这道难关 值得一提的是 在找到合适的演员后 我们在音乐层面的交流推进非常顺畅 这也印证了艺术可以突破语言共通 我们也增加了一次 与不同语种音乐人的交流经验 那在整体的执行过程当中 最困难的部分就是 弗妮娜法语音乐剧演员的选角吧 最早接到需求的时候 我们是按照歌剧演员 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探索的 那其实就遇到了我们第一个难点 就我们既希望演员能够唱美声 但是又希望她的音色 能跟角色她日常的少女音色 是相匹配的 但其实这个跟美声 她本身的腹部发声方式 就有一些冲突在 不过在后期的不断讨论中 大家发现其实音乐剧的表现形式 更适合我们想要传达的东西 是的 同时演员的选择 也会更加宽泛一点 演唱和台词在听感上 也会更加匹配一些 是的 然后在国内的话 这个领域 它是没有一个很固定的 规范化流程和标准的 我们按照常规的工作模式 去选角去试唱 其实它是有一些阻塞 比较大的事情在 比如说我们觉得 音色合适的演员 他的试唱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那如果说唱得特别好的老师 他的音色和整体风格 可能又跟我们 有一些小的出入 那当时这个事情 其实是让我们的进展 有点陷入僵局的 不过我们最终 接受到CC 并且促成了这个合作 整体非常的巧合 这件事情 对对对 当时恰逢Cicillia 所在的剧团 在中国学演 罗密欧与朱利叶 我们也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 对 通过剧团寻找翻译的契机 寻找到了音色和唱功 都符合我们期待的CC 当时虽然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但是还是觉得 可以去试试看 去碰到运气 然后我们当时也是想着 试探性的给他 法国的经纪公司 发了封邮件 然后我们做好准备说 如果开路前的两周 收不到他的回信的话 我们就算了 但没有想到我们第二天 就收到他本人的邮件回复 然后说希望你们能不能来杭州 跟我当面聊一聊这件事情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立即买票 赶往杭州 当时时间还特别近 上海到杭州 当天的高铁票 全都卖完了 然后最后买到了绿皮车的车票 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 甚至去之前 也没有想过 会这么顺利的合作 现在想想还是感觉很神奇 是是是 所以 有点多4个月 我转发了 《Genshin Impact》 上我的手机 因为我们说了 我看到视频 我看到它很漂亮 所以我非常感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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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Genshin Impact》 当《Genshin Impact》 我认为这份工作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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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Fontaine》 《Genshin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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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aine Impact》 《Fontaine Impact》 《Genshin Impact》 《Fontaine Impact》 《Fontaine at the Center》 《Fontaine Impact》 我觉得 所以这組很简单 这个片子很复杂 和以往的剥片不同 它是一个存在了叙事内容的音乐剧 需要我们在表现画面的同时传递信息 把之前埋下的悬念通过画面与歌词呈现给观众 核心是要给出玩家明确的提示 并且保证每个镜头传达的信息都是准确的 玩家回头再看也是可以看懂的 收到需求以后 我们就开始想 如何将音乐剧以风格化动画的形式来表现 如何跟音乐之间能更好地配合 这个思考的过程其实比较漫长 在制作的阶段 我们从经典的音乐剧形式上做了变形 融入了更多的流行元素 同时需要与原神的内容风格做适配 这些部分是从分镜阶段就需要开始考虑的 主要有两方面诉求 一是希望玩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故事内容本身 另一方面是想让各种表现跟音乐剧之间找到更加适配的度 我们以往的播片 大部分是以讲故事为主 怎样让大家更好地进入这个故事 更好地体现故事里的角色 是我们一直努力去做的事情 因为音乐剧歌词本身不是特别直白 其实加大了观众的理解成本 所以画面自然而然地就承担起 更多帮助玩家理解故事内容的作用 在影片中画面和歌词的信息量都非常大 它们之间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我们在形式上加入了许多有舞台感的设计 比如福尼娜入场时的动作 比如场景开幕的方式等 就是参考音乐剧中实际的开场形式 而在画面中呈现出的建筑风格 也会参考法国的一些实经小镇 在制作的过程中 难免会去抠一些细节表现 每个段落当时都探索了很久 比如当水流穿过小镇时 如何把水的动感表现出来 又如何表达水 让沉寂的小镇变得生机勃勃 再比如当福尼娜化成水的那一刻 怎样的呈现能够给玩家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让短片更有沉浸感 是我们在形式上需要思考的内容 为了完成这支片子 我们让更多的同学参与进来 相较以往的风格化播片 增加了很多很复杂的原画需求 这其中还包括了许多没有用上的画稿 所以投入的资源 可以说是进来最高的一次 《原神》音乐专辑 往往在收录一个较为完整的版本音乐后 才会和大家见面 而这一次 我们希望能够紧随版本 对《青莲》这首歌曲 跟进宣发传播 我们希望能为大家展现出 具有风担味的音乐剧表演 因此前往法国 进行了NV的拍摄 虽然法国不乏装饰华丽的歌剧院 但其中许多 是供寻常游客参观和剧目表演的 要在符合拍摄条件的情况下 筛选理想的场景 我们前期 对大大小小几十家歌剧院 进行了调研 在NV的画面设计上 我们选择了两套服装 希望能够在突出角色 不同心理阶段的同时 也展现它不同的身份含义 Cicillia作为非常专业的音乐剧演员 在NV的拍摄中 展现了超强的表现力 歌曲的叙事性很强 包含了丰富的情绪变化 而它一遍又一遍情感充沛的演绎 为这部独角戏的最终呈现 起到了重要作用 《青莲》是目前原神 为数不多的人生歌曲 为了尽可能帮助大家 了解歌曲内容 参与二创交流 我们也提供了中文歌词 南调伴奏 邀请了歌手老师们 进行多百本演绎 希望能通过听觉 与视觉的共同呈现 让大家接触到 不同风格的艺术形式 我更希望通过约神的音乐 要让更多人 了解这一段 不同风格的故事 我认为爱,爱情与自然的 我认为我的声音 让人们在这种色彩的色彩 有一个哲学的感觉 也有一个喜爱的 去找这些人的 Furina 非常感受,非常感动 我喜欢很多的歌 这种非常好看 尤其是音乐的 这种感觉也比这种感觉更严重的 我还不太期待 《青莲》对《原神》 是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音乐 对我们《原神》的音乐团队 也是一种宝贵的学习经验 这次的作品 从词到曲 都是由《原神》内部团队 创作完成的 这其实也证明了 我们能够突破语言和风格的限制 为大家呈现多元化的音乐艺术形式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 了解和喜欢上音乐剧 也希望大家能在4.2的版本游玩中 收获到感动与乐趣 《原神》的创作充满挑战与机遇 我们始终希望旅行者的每一段旅途 都能兴趣有趣 令各位心满意足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停止 那种形式上的探索 每当各位玩家来到一个新的国度 我们都希望通过这片土地 存在的故事与文化 带去区别于之前旅途的情感体验 说实话这并不容易 但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 它在悠久历史中传承而来的 诸多艺术形式 就像永不枯竭的灵感之泉一样 时刻刺激着我们这个团队 对美的追求 受惠于这般传承 我们有机会以融合的形式 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 将经典以符合原神的表现形式 演绎给尽可能多的玩家 不只是戏曲 音乐剧 世界上还有无数美丽的文化瑰宝 时刻都闪烁着灰光 我们由衷希望旅行者 能够喜欢我们团队 这次在音乐剧表现上的探索 也期待接下来能有更多类似的机会 以游戏的形式 去展现人类文化的历久明星 当然 如果能为各位旅行者 引起一些兴趣 更多地去接触和了解 这些美妙的艺术 那我觉得就再好不过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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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